用你们平安 让我们继续来思想主的话语 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23章6到10节 彼拉多一听见 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 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 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 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 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 因为听见过他的事 就已想要见他 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 于是问他许多的话 耶稣却一言不答 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 极力地要告他 那彼拉多一听见耶稣 是从加利利开始传道 从加利利来的 那就想要把耶稣送到西律王的那里 那其实呢 按着彼拉多的权柄 他是不需要送到西律王那里的 那根据研究呢 他们认为可能是 这个彼拉多想要讨好西律王 或者是也想要把这个烫手山芋呢 丢给西律王 因为这个彼拉多他实在是觉得 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样子的过错 但是又看到这些犹太人 这些工会的成员 极力地要定耶稣入罪 所以他就想说 那就让这个西律王来做这件事情 并且在之前呢 彼拉多跟西律王中间 其实有一些的过节 就是因为彼拉多呢 他杀了一些加利利人 并且又把那个血呢 掺在这个祭物的上面 那西律王对彼拉多就不高兴 那么为什么西律王在这个时候会在耶路撒冷呢 因为在当时是逾越节的期间 那么据说西律王的父亲大西律 曾经入了犹太民集 所以呢 他也从这个提比里亚 上到耶路撒冷来过节 而西律王一开始见到耶稣 他很开心 因为他常常听见耶稣的事情 圣经这边记载西律王想要见耶稣 但是我们知道 他并不是想要听耶稣的道 他想要耶稣行一件神迹 而西律王想要看神迹 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样子的困难 就是好像是要耶稣表演一下 好像魔术一样这样子表演 那从经文看出来 西律王就是带着好奇心 甚至于带着戏虐的心 那要耶稣展示一下他神奇的能力 那另外一方面呢 西律王有问耶稣许多的话 那圣经没有记载西律王问耶稣什么 但是可以想见 可能是问耶稣关于他行神迹的事情啊 或是关于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能力 做这样子的事情 或者是说不定是在问耶稣说 为什么这些犹太人会要告你啊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辩解的啊 那总而言之呢 其实就是带着一种看好戏的心情来审问耶稣 我们看到耶稣他依然什么也不回答 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他因为认识上十字架 是父神的旨意 也知道问他话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要知道真理 所以回答他们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意义 那耶稣就没有回答 在此同时 圣经还是记载这些祭司长和文士 还是极力的告耶稣 那这实在是一件让人很痛心的事情 就是我们看到 常常基督徒彼此对立 而基督徒之间的彼此对立 其实是让世人藐视基督的关键 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若能够彼此相爱 世人就因此能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我们都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一定会有摩擦 会有觉得容易相处一点的人 或是不容易相处一点的人 并且呢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我们知道我们要追求完全 我们有一个完全人的期待 但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要我们不要彼此论断 但是在基督徒当中 我们常常一方面说我们要怜悯 我们要以恩慈相待 但是碰到了关于我们所认为的 律法上或是道德上面的事情 我们对于弟兄姐妹的论断 或者是不接纳 反而比外邦人更加的强烈 这个其实是我们真的是需要 好好地来去省私的一件事情 而为什么耶稣说我们若能彼此相爱 世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这当中有一个关键 就是世人他们确实是相爱相杀嘛 就是他们关系好的时候 那彼此很好 但是一旦关系产生了嫌隙 有困难了他们彼此的对立 种种的事情出于己的 为了保护自己 为了自己的利益 所做出的一些事情 其实也会让人很难想象 他们之前是这么好的朋友 或是夫妻到后来 却是这样子一种彼此非常残忍的 对待的方式 那基督徒应当要显明的一件事情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本来就是会有困难的 但是在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与世人不一样的反应 而这些不一样的反应 其实它需要出于几个关键 第一个是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 不在神以外 我们知道神会保全我们 如果没有神的允许 那么没有我们一根头发 也不会掉下来 也就是没有任何人 祂的恶意能够越过上帝的允许 来伤害到我们 因此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当 我们可以做 我们认为需要做的预备 但是我们的心 却是需要在主的真道里面 我们要在爱里面 所以我们是在爱里面 是为了对方的益处 那么在神面前祷告 思想 怎么样与对方和好 怎么样子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难处 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思考逻辑跟方向 才会显出我们与世人之间的不同 所以当人与人之间如果产生了难处 或是利益冲突的时候 如果基督徒处理的方式与世人一样 那么基督徒与世人的分别区别又在哪里呢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智慧有力量 以属神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生活 特别是面对当我们与人之间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求主 让我们有从真理而来的能力 能够去处理去面对 那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事上 能够真实的显明出 那宝贝藏在瓦气里 莫大能力出于神的见证 祝大家有美好一天 谢谢大家